开封毕竟为了避免水沟堵塞排水不良 吉安乡公所清洁队持续在各社区进行清沟作业 乡长游书真表示 除了工部门要致力清沟外 也请民众不要把废弃物往排水沟里丢弃 如果发现有堵塞的情况 也通报乡公所由清洁队员前往经理疏通 吉安乡清洁队员先花一天的时间 用人力把排水沟内堵塞的淤泥、木板还有垃圾挖出来 接下来再用强力水柱冲洗排水沟 确保水沟通畅 这是吉安乡公所清洁队在一整年当中 不断要进行的社区清沟疏通作业 乡长游书真表示 台风季节到来 除了工部门加强清淤 也请民众要注意自家附近排水状况 亦有堵塞情形要赶快通报乡公所来处理 108年我们整个吉安乡清淤的这个部分 总共执行了11400多件 多公尺的这样的一个长度 那我们109年达到12800多公尺 那今年7月到今天为止也清了我们近5800多 也接近6000公尺的这样的一个长度 我们希望这样的工作是能够与日俱增 然后把我们吉安乡所有的水沟都能够重新来检视 清除一遍带给我们四性宜居 幸福干净的一个生活圈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台风来袭之前 然后也请再一次我们呼吁乡亲 顾好自己的这个水沟 也清好自己的这个清水孔 同时呢在防疫期间也注意到我们所有家户的安全 吉安山公所在每年迅期来临之前 预先做好房台整备 依序完成了修术清沟等工作 三年来施作次数达上千次 轻输的长度超过29000公尺 尽力排除预测 确保强降雨发生时 不会造成堵塞淹水情形 介络会吉安乡报道